不知道怎么发 48小时每三个小时换一次水 先用自然水发 发完了以后搁进高压锅里边 然后加发42分钟 42分钟以后它自然冷却了 然后开膛去沙县那个沙嘴 去完了以后把它洗净了 再用纯净水 纯净水再发48个小时 自己做饭 对啊 那你不用上班吗 为什么不信女朋友做呢 不好吃啊 曹老师会嫌弃你女朋友 不会做饭和做饭不好吃吗 不会 我家里保姆屋都不知道做饭 最多洗切刷碗可以 你家还有保姆吗 我可以去 一层一个 最后一个冰箱 好来快一点加快一点啊来看一下 哇这个歌是什么 窝头 你犯罚了以后就会吃这东西 哈哈哈你犯过罚 哈哈哈 什么意思这是 这个不不重要不重要 佳儿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超出你的理解范围 不用管的永远都吃不到 这个冰箱已经很接地气了 有面条 另外一些牛羊肉 哎我个人稍微吐槽一下 我觉得这三个冰箱东西挤巴挤巴 放两冰箱也够了 对啊 不全 自己车拉不下 主要是 你说你又不愿你都拉过来干啥 如果说有的单子你们怀疑是不是我们放进去的 像这个塑料套里就是铁证了 他真的很爱存票 各种票 还是什么为什么要存那个单子 不是加尔 你不知道金字老师和发票的情缘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老说发票的事就你一点都盖得不到那个是为什么 你可以说一次 我我我我说不了故事套复杂 是要 要我去搜吗 你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简单的一句话 然后剩下的是你去体会啊 发票为金字老师的人生画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你就别扫听了这事 哈哈哈 扫听这俩字我顾你你也归废剧 就不要听了叫我 不要去想了 等一下节目之下我给你讲一下 ok 这是一段往事 往事 而这个往事呢 用这个发票来说可以用翻篇 我们今天也暂时先翻个篇 以上就是曹云晶的三个冰箱来 谢谢 我好像三级过去了 我今天有一个感想 就是其实曾经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有不同的阶段 比如说之前当学徒的时候的这个奋斗的阶段 然后现在可以说是自己相对来说 比较自由自在的阶段对吧 然后呢不同的阶段 其实不完全是用年龄来划分 然后他这个人有很多个性 你看在他的冰箱这三个冰箱 我们看到第一个呢好像有点强迫症 买得那么整齐 那第二个呢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贵一点的食材 富养生的食材 但第三个呢有极其的接地气 我觉得不同的冰箱好像代表这个人不同的个性 而这个不同的个性也许不只是他性格的切面 也有他不同的年龄段的经历 在他的个性当中投射出来 我总在说啊 人肉眼看到的东西它不见得是真的 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我特别不好接触 我往哪一坐啊 你看刚才跟你们说话这也是这样 为什么呀 我腰间蛮突出的 你让我坐盆吃了我做不了 而且我这几度测弯 我的胸椎也有问题颈椎有问题 所以我坐哪经常是歪着啊对歪着 嗯 其实歪着的时候我我那个骨骼才是直直的 还是直的我才舒服 那你为什么不跟人跟人家解释呢 解释他吧 就会误会啊 人家就他不怕误会啊 他不怕对就没地道去解释 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可以上拜托了冰箱 通过这个节目统一解释一遍 统一解释 一点都不应啊 一点都不应啊 知道一个节目能够成为一个好节目 最重要最重要原因 就是他就像一个一则预言 表面上说的这个事 但是大家在这个事里面能够各取所需 这就是一个节目的画景 拜托了冰箱 做的一点都不应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